各位火光人吉祥 这一集是成就的秘诀金刚经第四集 我想很快的带大家来看一下目录 回顾一下前几集的内容 首先有推荐序以及大师的资讯 第一章成就波罗波罗蜜 佛教的成就波罗波罗蜜多 意思是完成了从此案到彼岸 虐盘极尽了 要如何从烦恼的此案到亲近的彼岸 就是佛教的成就 而具体的方法就是六度 有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以及波罗 六度以波罗为第一波罗蜜 所以接着在第二章就谈到了秘诀 波罗 波罗是三世诸佛之母 直指本心 他穿透了文字杖 知识杖 无名杖 等种种世间烦恼忧苦 直达诸佛的一个大智慧 所以这就是成就的秘诀 第三章谈到金刚断除一切的烦恼 金刚就是波罗 佛陀他采取了最坚最利的金刚 来作为比喻 让众生明白 我们本来就具有金刚波罗之宝 能够断除一切的无名烦恼 能够成就自信中的法身慧命 佛陀他借着金刚的辟欲 来接连波罗的妙法 法欲并用 来断除如尘埃覆盖众生心眼的一切的烦恼 直指本心得度波罗蜜 所以也就是这一个本书的书名 成就的秘诀 金刚经 接下来的四章 大师分别谈到了金刚经的十六字真言 无相布施 无我度身 无助生活 无德而说 在无相布施 大师谈到的是 金刚经强调无相布施 人间行者的布施 都应该效法佛陀 不助法布施 不助相布施 没有四相的执着 所谓四相 指的是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的执着 也没有六成的执着 无相布施里面 就会让我们没有布施的我 也没有就 接受布施的你 以及所布施的物 也就是所谓的三轮体空 因此无相布施的功德 是无限的 第五章大师谈到的是 无我度身 有无上的慈悲 佛陀说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已 而无有一众生 实灭度则 事实上就是在讲 度众生不能有我 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能可以不执着我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我佛了 我哪里还能度你呢 我只是其中的一点 因缘而已 第六章 谈到的是 无助生活 真正的自在 大师谈到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而我们的心 要住在哪里呢 无助 因缘的生命 生活在真空的庙游里 无助 才能自在 那接下来 要进入的是 这一集的 关键的 要谈跟大家分享的 无得而修 真实的获得 我们做了好多的善事 是为了想 得到什么呢 大师告诉我们 有所得 就会有执着 有烦恼 有失去 无所得 无失 才能自在 无得而修 但不否定 修行的德 佛陀要我们 修行时呢 不要执着 却不是 不必修行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过与不及 不都是执着 在金刚经 无法可得分 第22 谈到 虚读题 白佛言 世尊 佛德 奥妙多罗 三秒三菩提 为无所得 也 佛言 如是如是 须不提 我于 阿妙多罗 三秒三菩提 乃至 无有少法可得 世民 奥妙多罗 三秒三菩提 这里所谓的 无所得 是指的是 没有定法可得 能得 无得之德 才是真德 所以波罗尔妙法 本是自己所拥有 非心外而得的 本来无失 故无所谓有德 如果我们认为 有一个东西 是可以得到的 我们就会执着 有一个物 物品可以得到 又或者有一个法 有一个法 是可以说的 那都是住在 有相的执着里 或者有人也会以为 这个法 是不可说的 也不可得 但是呢 这个心 是可以得的 这样子呢 一样也落入了 执着 所以呢 在佛教里 有所谓的 誓障跟礼障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 无得之德呢 才是真德 才能环线本来的 清静自信 自以为德的修行呢 反而障碍了我们 所以呢 在这里金刚经 要我们 无得而修 在这一章里面呢 大师分为了五个小点 来跟大家分享 无得而修 在第一点上面 大师说呢 无得而修 但不否定修行的德 如果无得 那我们还要修行吗 佛陀要我们修行时 不执着 却不是不必修行 我们有些人 可能拜佛 不失 但是当我们遇到了 事业 感情 工作 健康 有所 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怪 佛菩萨 你怎么都没有保佑我 甚至呢 我们也会常常抱怨 佛陀啊 菩萨 你吃了我那么多的水果 你怎么都没有保佑我呢 事实上 佛法 并不是交易 我们和佛菩萨的往来 是信仰 清净的增长 要和佛菩萨感应 皆心 而不是实施的挂碍 如果我们心 有所求 那么我们还能自在吗 在这一章里面呢 大师提到了一个故事 黑鼻观音的故事 有一个信徒呢 他有一座 一尊很庄严的白痴的观音呢 他就听到有人说呢 这个观音圣像 要拿到寺院去 开光 才能够更加的有灵感 于是他就供奉到寺院去 有一天呢 他到寺院的时候呢 看到 奇怪啊 这个寺院烧的香呢 怎么这个烟啊 都飘到其他的佛像去了 自己的观音像呢 都没有被飘到烟 于是呢 他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把观音像的鼻子呢 挖了一个 穿了一个洞啊 然后呢 就把香环呢 就系在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鼻子上啊 结果呢 过了几天去啊 他的白色的 纯白的观音呢 变成了一个 黑鼻子的观音啊 把原本 庄严的佛像 都毁了啊 事实上 我们在看这个 黑鼻观音的故事啊 我们可能会觉得 哎呀 这个人怎么那么愚痴呢 所谓的开光 是要开的是我们心地的光哦 不是开着佛菩萨的光哦 而为了求得有烟飘过来 这个外求啊 搞得一个 好好的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变成了一个 黑鼻子的观音哦 在佛陀跟大师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本来就具足了一个 庄严的佛陀了 我们哪里还需要外求呢 所以呢 无德而修 本字 具足哦 在接下来的第二节里面 大师分享的 不经 不布 不畏哦 心 有德 就会害怕 失去 害怕失去 就会有 经 不 畏 心无所住 才能不经 不布 不畏 而能远离 颠倒 梦想哦 在金刚经里面的 离相 极灭 分第十四呢 就有谈到 佛告 须菩提 如是 如是 若父有人 得文是经 不经 不布 不畏 当之世人 甚为稀有 在金刚经里面 要我们要信心 有信心不腻 不经 不布 不畏哦 才能够身心自在 心无所住 心不住一处呢 不生毁谤 而且能够受持 独送呢 能够自立 而能够为他人解说 就能够立他 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对三四英国 要有信心 不可以把佛法 功德 当作一种的交易 在里面 大师提到了一则的故事 他说呢 有一个法师 他发心要盖寺院呢 就到市集里面 去脱拨 可是 三个月以后 还是没有人 捐款给他 有一个卖烧饼的 小朋友 小孩子呢 他看得不忍心 他慈悲心 升起 就把那一天 卖烧饼的钱呢 全部捐给了 这个老和尚 那那个老和尚 当然很感谢 而且呢 市集的这些人啊 看到了 也很惭愧 一个卖烧饼的小孩子 都知道要布施给老和尚 而自己却没有布施 因此呢 纷纷的也布施 老和尚呢 也拿着这些钱呢 回去盖了寺院 在离开前呢 他就跟这个卖烧饼的 小孩子说呢 我在哪里 哪里 如果未来 你遇到困难 记得来找我 这个孩子啊 他回到了 这个卖烧饼的 他因为把所有的钱 都布施给了和尚 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呢 当然呢 就被辞退工作了 被解雇了 而且呢 他不久就沦为了乞丐 三餐不济 而且后来 他在他的头上呢 也长了赖厘头 眼睛也瞎了 所以对他是 非常非常困难的生活 他就想起来 老和尚说的话 他就想说 我要赶快去 找这个老和尚 请他来帮助我 那老和尚 因为他也修得了 有神通 他知道这个 他的功德主呢 这个卖烧饼的小朋友 明天就会来到寺院 他就告诉寺院的 大众呢 说明天 我们的大护法要来了 我们要迎接他 奇怪的是 到了隔天的傍晚 怎么都还没有 说有人来呢 老和尚一问 他说 有一个知客师傅 就说 刚刚呢 有一个人 他是乞丐 他有来 可是我呢 担心呢 是不是护法要来呢 我就请他先离开了 那老和尚说了 哎呀 他就是我们的大护法 赶快赶快 请他进来 那知客因为他也 瞎了 然后所以走路也不快 所以就追上了 然后就把他安顿 在寺院里面 让他在寺院里面生活 有一天晚上 这个卖烧饼的小朋友 小孩子 他呢 他去上进房的时候呢 就掉到寺院的毛坑里 就去世了 哇 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所有的乡民 一传十十传百 说还有天理吗 他本来有一个工作 但是因为把这个钱 捐给老和尚了 结果不但变为乞丐 后来头又长得赖利头 眼睛也瞎了 哇 这个天理在哪里呢 哪里有所谓的因果 那越成越传越开 后来老和尚呢 他就集合了这个寺院 包括所有的居民 就告诉他们呢 这个孩子 他本来呢 依照呢 他的这个所有的夜报呢 他要三次受苦 第一次呢 他是穷苦报 就是要很贫穷的 而且呢 第一次要穷苦报 而且头呢 也会长赖利头 第二次呢 他轮回来第二次呢 他要眼睛瞎而不见 第三次呢 他会跌到毛肯里广深 但是因为他一念的慈悲呢 所以他把三次的夜报呢 缩短了在一世里面 就受苦完毕 所以省去了另外两世的一个痛苦折磨 所以当我们用着 以凡夫的心来看这个小孩子 他的好报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们就是把佛法功德当做交易 但是我们肉眼看到的 也不一定就真的是真相 也是假和因缘合合而成的 所以呢 金刚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信心不逆 而且要不惊不布不畏 才能身心自在 金刚经接着也有提到 在能尽业障分 第十六 虚菩提 若善男子善女人 于后末世有受持 读诵此经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者 若有人闻 心急狂乱 无疑不幸 虚菩提 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 我报义不可思议 佛陀说 金刚经的义礼 圣圣 却是不可思议 无法言语着相 因无所作 所以受持金刚经 所得到的果报 也是不可思议 功德也是不可称量的 进入第三小节 大师谈到的是 坚实心如金刚 我们凡夫若能断除妄念 执着 而且我们相信 自己本具的佛性 我们相信自身的光明 我们相信自己潜能无限 那么我们的心 就能坚实如金刚 在金刚经里面的 能尽业障分第十六 谈到 父次 须不提 善男子 善女人 受辞读诵此经 若为人亲戒 世人先是罪业 应堕恶道 以今世人亲见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奥妙多罗 三秒三不提 佛陀对须菩提说 一心修持 读诵此经 若是不得人天的恭敬 反而受人击骂 或者是亲见 那是因为 这个人在过去是 所造的罪业很重 所以他本来应该 堕入到三恶道 去受苦 但是呢 如果这个人 能够在不断的亲见当中 他依旧的忍入修持 由于这个信心亲近啊 就可以使树叶 渐渐的消灭 将来能够正得的 无上正等正觉 在这里有提到了几则 故事公案 首先有一则 他谈到的是 法远元件蚕丝 还有天一 易怀蚕丝 他们在未证道之前呢 曾经到归醒蚕丝 那边去求法 但是呢 归醒蚕丝 为了考验他们 不但把他们赶出去 甚至用水泼他们 到最后又把他们逐出 因为一些过错 他把他逐出三门等等 但是呢 法远元件蚕丝呢 能够坚持 而且不肯离去 最后呢 被认可为 真正参禅的一个法器 另外有一则 密勒日巴的一个故事 而密勒日巴的师父 马尔巴 为了能够消除 密勒日巴的罪业 透过种种的磨难呢 百般的试炼他 也令他有种种的苦恨 密勒日巴对于上师 马尔巴的真诚幸福呢 刻苦精进修行 最终终于能够消除 深重的罪业 完成了菩提道业 就像金刚经 开始不久所提到的 须菩提即从做起 偏淡又先 又膝着地 合掌恭敬 他以如此身口意 三叶亲近供养佛陀 恭请佛陀来宣说 那金刚经从日常生活开始呢 也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最好的修行 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行 三叶的一个供养 要生供养 做好事 第二个要口供养 说好话 第三个呢 我们要易供养 要存好心 那么第四小点呢 谈到的是处处是菩提道场 在这里大师谈到了一个公案故事 他谈到的赵周禅师呢 他在床上迎接了赵王 但是赵王的布下来呢 赵周禅师却到课堂来迎接 那赵周禅师的侍者啊 徒弟啊就觉得好奇怪哦 禅师啊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赵王来你躺在床上 他的布下来 你反而到课堂来迎接呢 那赵周禅师就分享了他带客人的三个原则 他上等的客人呢 他是又卧在床上 用本来面目啊 来迎接哦 那中等的客人呢 他是到客堂以礼相待 第三等的客人呢 他会用一般的就是到门口来迎接 有一天啊 苏东坡呢 要去见佛印 要去拜访佛印禅师哦 他特别呢 就写了这一段的公案呢 就是请佛印禅师啊 你就像赵周禅师一样迎接赵王一样 你不用特别来到门口来迎接我 结果呢 佛印禅师啊 他就在金山的门外啊 来迎接哦 那苏东坡一看 你怎么也不免世间的俗套呢 看来啊 你的道恨啊 都比不上赵周禅师的潇洒 还这么到老远的来到这个门口啊 来迎接我 那苏东坡呢 他以为呢 佛印禅师会哑口无言哦 结果禅师就回答他说呢 赵周当日扫千光 不出山门迎赵王 整是金山无亮相 大千世界一禅床哦 苏东坡看到了迎接的法相 佛印禅师呢 不着法相 以大千为一禅床哦 合成有起卧之相哦 所以呢 人间处处都是菩提道场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过与不直不都是执着吗 学佛的人应该要定会双修 能够调和出世跟入世哦 所以大师告诉我们 人间佛教就是要以出世的精神 做入世的一个事业哦 进入第五小点 大师谈到的是 佛在人间 人成 及佛成哦 在金刚经 法身飞向分第二十六 耳时世尊而说济言 若以色见我 引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这里提到了一个念佛的安卓哦 他念了二十几年 有一天梦到极乐世界的菩萨说 阿弥陀佛 明天会亲自来拜访你哦 啊 那个安卓好开心 醒来之后 就等着阿弥陀佛要来看他呢 结果呢 一整天呢 也没有见到 他很失望哦 在睡觉的时候呢 菩萨又来了 他就跟菩萨说 你怎么都 你不是告诉我 阿弥陀佛要来看我 怎么没有呢 那个菩萨就告诉安卓说 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我出现了 阿弥陀佛去了三次 第一次呢 早上他是乞丐啊 但是呢 走到门口 你的侍者就把他赶走了 第二次阿弥陀佛呢 他扮成一个女人哦 来到大殿 你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 而且呢 有跟侍者通报哦 你也说你不见女人哦 第三次呢 这个阿弥陀佛呢 他就化身为一只流浪狗啊 可是呢 你的自客就赶走了哦 那安卓就很惭愧哦 他说 哎呀 很惭愧 我真的不知道 那就是阿弥陀佛哦 佛在人间哦 大师说 我是佛 我们尊重每一个众生 如同故事中的乞丐 女人 流浪斗 都可能是 阿弥陀佛的化身哦 在离像品里面的 离色离像分第二次呢 也谈到 须菩提 于亿银合 佛可以聚足色身见佛 佛也是尊 如来不应以聚足色身见 何以故 如来说聚足色身 即非聚足色身 是名聚足色身哦 须菩提 于亿云合 如来可与聚足诸相见佛 佛也是尊 如来不应以聚足诸相见 何以故 如来说诸相聚足 即非聚足 是名诸相聚足哦 这是佛陀对 助相的凡夫 不可以从色身 去执着佛陀 所谓佛有三十二相 色相 因生都是各种因缘 合合的一个假象 这是为了度化众生 而显现的哦 圆聚而现 圆灭则善哦 所以呢 若以色见我 以因生求我 那也不是佛了哦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 才能够见到如来呢 见到缘起 就是见到法 就是见到佛 见到波尔 就是见到如来 见到无缘大慈 红体大悲 你就能够见到如来 见到平等心 我们就能见到如来 接着在金刚经的 非说所说分 第二十一提到 须不提 如物为如来做事念 我当有所说法 莫做事念何以故 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 即为傍佛 不能解我所说故 须不提 说法者无法可说 世民说法 佛陀 他随缘说法 不着法相 如来所示现的说法 者的说法 无非呢 他是应激 失色的 无言说中 示现言说 所以呢 说法者 也是佛陀 跟如来 随顺世间法 而示现的 因此呢 须不提 就说呢 如果有人说 如来有所说法的念头 那都是毁谤佛陀的 因为一切的言说 他的目的 都是开启 我们每个众生 本具的真如自信 都是为了断除众生的妄念 随机化度 随缘而说的 所以佛陀在金刚经里面也说 知我说法 如法欲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就是要空去所有的法 非法相 也就是连佛陀有说法的念头 都不可以生起著着 正所谓的法 无定法 而这个法是无定的 所以佛的身相也是无定的 不要去执着 所以这就如同佛光人的成就是 无德而修 光荣归于佛陀 成就归于大众 归就是无奉献修为的无德 佛光人与众生同体和谐而共生 所以我们每个人 如果要得到解脱 有所成就 若只是向外求 是得不到的 而是我们要去认识 万法皆空的真实意 空 它含色了有和无 空 就是因缘 而真空 才能生出妙有 每个人 都要去 直探自己的内心 找到自己如金刚般 坚固 而且能够断一切 而不被杂软 烦恼的 那一个 般若心 人间佛教是大秤菩萨的佛教 是要让人欢喜的佛教 是无德而修的佛教 所以要广大的成就 补师度众 当我们发大秤心 正是发菩提心 大悲心 方便心 就能以我们自信 亲近的 般若心 和佛陀能够心心相应 佛陀在人间 我们也在人间 而成就的秘诀 在哪里 在于般若的心 以上跟大家分享 成就的秘诀 金刚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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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